台下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宁舍大赛决赛的现场 这项比赛是要比出谁是最吝啬的人 究竟今年的冠军花落谁家呢? 那就让我们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好,现在第一位出场的是吕布 他拥有一身强壮的肌肉 所以决定给他一个组号叫做肌肉肌的高老 第二位是周瑜 他的组号是情场浪子,鬼剑的斗手 第三位出场的是张寥 他就是在网络世界里面很有名的纯情小鸭鸭 第四位出场的 咦?怎么会是只猩猩来的? 哦,原来是组号大猩猩的曹操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牛牛 他的组号是陈墨的高牛 好啦,所有参赛选手都介绍完了 整比赛只设有一个奖项 看看今晚谁可以拿走他 好,比赛现在开始 我是最吝啬的人 我向我老婆求婚送的不是什么海洋之星 而是用一份钱纸币折成的纸戒指 而结婚那天不是去大教堂 而是在一间破屋子里面 什么朋友都没起 我什么都没有送给我老婆 她就跟我结婚呢 破屋我都没有 我结婚那天 还是在山上结的 露天的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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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网 人家找我聊天 快一大堆字过来 我另一章闹只回复他们一个标点符号 我虽然有那么多钱 但是那些给我扮持的小兵们 我從來沒有給他們一分錢 叫他們在城牆上面睡覺 每天只能吃一頓飯 每頓飯只有一粒米 快去城牆上面睡覺 要不然明天一粒米都沒得吃 你說我是不是最綠色的人呢 哼 我從來都沒有吃過一粒米 我這麼大的肌肉都是我自己練出來的 一分錢我都沒用過 我上網那麼久 也是從來沒有出過一分錢 都是別人請的 快點請我上網 哇 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說也行 該誇張了吧 好 我結婚都輸給你們 我結婚那麼久了 從來都沒有買過衣服給我老婆 別人不認識我老婆的 還以為我老婆是個乞丐了 整天都穿著破爛的衣服 幫幫忙啦 把它穿上啦 等我拿了冠軍回來 就送你海洋之心 可惡啊 你們居然敢跟我爭這個冠軍 信不信我叫人把你們都拿去擠你呢 哦不對 叫人需要用錢的 我自己親手把你們補咩 咦 他們都在介紹自己囉 請問你怎麼不說話啦 喂 叫你呀 你怎麼不說話啊 喂 你呀 為什麼不說話 喂 你呀 為什麼不說話 我是冠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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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啦 不用再爭了 這次的比賽結果已經出來了 我现在宣布 这次的冠军是绰号沉默的高牛 牛牛先生奪得